来看巴黎双生命案新的进展 主嫌犯谢一涵他的金钱流向呢 众说纷纭 有可靠的消息说 他的住信男友呢 把房子拿去抵押贷款1000多万 每个月必须支付银行4万多元 但是呢 谢一涵跟男友的收入都不算高 钱从哪来 谢一涵说 陈静福生钱给了他一个账户 让他任意提领 而案发之后呢 看到这个账户里的钱几乎被他提光了 在起诉书里面提到 他盗领当天呢 就急着存入一笔4万元的款项 被怀疑是拿来支付房子的贷款 西涵与摄影师男友小住甜蜜合照 一个当咖啡店长 一个外接case赚钱 都不算高收入 在西涵刚到妈妈嘴工作 就砸大钱 在巴黎每月花1万6 住一间温泉套房 却在认识小住后 改住淡水月租5000元的小套房 看似打算存钱 只是案发后 西涵几次盗领张翠萍保管箱 目的就是为了钱 根据了解西涵男友自动房子 已经被拿去抵押1000万元 每个要支付银行4万元 但两个人的收入并没有那么高 你好请问小住在家吗 你是哪里 我是中天的记者 我姓周 他不在 他不在啊 那他他就是 根据起诉书上的内容 有人怀疑 陈清福被西涵盗领的这个账户 有可能拿来支付贷款 或是其他用途 像西涵男友查证遭到拒绝 但起诉书上有机可循 西涵在2月18日 便装盗领陈清福账户35万元 3月5号将其中30万 汇给母亲 但在盗领账户当天 西涵就急得先把盗领的4万元 贿赂银行 用途其人疑斗 就这一部分 我们是看不出来 有这样的一个证据 那但是金流的部分 我想将来也会是本案 破案的一个重要关键 西涵公圈 陈清福申前给他一个账户 让他提领 领了多少还需要厘清 但案发后男友不离不弃 是不是西涵 一直帮忙分担庞大债务 感动的男友 恐怕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 追求刘雪恶主观展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